科技信息补全,每周带你看科技事件第四期 在手机上,其实有很多模拟器软件 可以让你玩童年怀旧游戏,掌机游戏,甚至电脑游戏 比如我之前讲过的Termix 可以用它在手机上运行Linux系统 安装Python,Java,MySQL等软件 还能使用桌面环境,运行VSCode,WPS等桌面软件 WinLater是一个在手机上的Windows模拟器 我之前已经详细讲过一次 可以在手机上模拟Windows环境 直接玩电脑游戏,甚至3A大作 掌机和怀旧游戏的模拟器则更多 比如像本世代最火的掌机Switch Joyuzu,Zoenix,Statchee等多款模拟器 洞森,塞尔达都可以在手机上玩 爱物游戏盒应该是最良心的模拟器软件 在它上面可以玩PSP,PSV,PC,GBA,塞班 等30多种老游戏机掌机上的游戏 包括混豆罗,各种版本的口袋妖怪 合金弹头,狂野飙车,狭盗猎车手等等 基本上你小时候玩过的游戏都能在这里玩到 童年回忆拉满 想法模拟器也内置了20种童年的掌机和游戏机 包括街机,3DS,PS2,Java等 游戏非常齐全 类似的软件还有小机模拟器 物饭游戏听等都挺不错 非常适合情外等 1.R Translator 电影中的同声传译被一个开源项目实现了 只需要对着自己的手机说话 AI就会实质翻译成对方能听的文言 显示在对方的手机屏幕上 同时进行语音播报 它叫R Translator 是全球首款开源的实时翻译软件 支持几十种语言 除了上面的对话模式 它还有对讲机模式 双方对着同一个手机说话 AI会自动翻译 适合在国外拿来问路 购物时和电源交流 也支持传统的翻译功能 直接翻译文本 I'm just going to say two words about this And you know what I mean In general This is the situation 2.DuoX 近期 贵机智能开源了全球首个AIG7数字人项目 该数字人可以比较简单的在本地部署 对网络依赖比较小 适合多种场景 能实时交互 直播 用真人级的表现 并且 对算力要求不高 手机 平板 电脑 都能运行 该项目还提供了详细的文档 共开发者二次开发 手批一共开放了十几个数字人形象 下边是其中的一个demo 好久不见 近来可好 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还可以 我饿了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好啊 你想吃什么 我知道有一家餐厅挺不错的 3.Minic Brush 选中图片中的部分区域 再上传一张参考图 AI就能自动融合 也可以只建议纹利 给选中区域更换贴图 还能对图片进行更多处理 给人物换衣服 给衣服换图案 给物体换背景 它叫Minic Brush 是由阿里和清华大学团队 共同开发 目前已经开源 4.Microsoft Activation Scripts MAS项目再次登顶 它的功能从名字就能看出来 用脚本永久激活微软产品 包括Windows Office等 这种项目 能在微软的GitHub上存在这么久 并且有80多K star 不得不说微软是有开源精神的 1.丁丁CEO脱槽百度 近期在中国企业家论坛 第十届创新会上 丁丁总裁叶军脱槽了百度 以下是他的原话 我的评价是 你说的对 2.OpenAI封建API 本周很多开发者 收到OpenAI的通知 将会在7月9日停止不支持地区的API使用 而中国大陆 恰好就在不支持地区之内 为了应对影响 中国国内的大模型厂商 纷纷推出了无障碍搬家方案 可以让开发者一键把自己的应用 搬运到他们的大模型上 3.Steam夏季特卖 2024年Steam夏季特卖正式开始 持续到7月11日 多款游戏打桌出售 在SteamDB可以查看相关游戏的清单 价格以及打桌情况 5.荣耀I反诈 6月26日 荣耀发布了首个端测AI反诈技术 根据正名介绍 在视频通话等场景中 对方使用了AI技术贴换人脸 就会发出警示 我的评价是 不知道能不能识别直播中的美言 1.CSDN大量搬运Github 近期有网友爆料 CSDN在自己的代码托管平台 Gitcode上 大量搬运Github项目 几乎所有的开源项目 都被不禁允许的搬运了过去 还伪造了开发者主页 连文档中Github相关的关键词 都被进行了粗暴的替换 但可能是由于疏忽 被搬运项目中 存在着大量的违法和有颜色的项目 目前Gitcode官方已经紧急删除 事情爆出之后 大量开发者涌入该平台 要求平台删除自己的代码 但却被平台要求 需要入住之后才能删除 借用网友的评价 如果你不删除自己的项目 他们就可以说 自己平台有几十万开源项目 如果你入住 并且删除了自己的项目 那么他们就可以说 自己平台有几十万开发者 二 眼球注视广告 近期 一位外国网友在推特上贴出一张图 称他在手机上看YouTube 结果跳出了这个提示 图片内容显示 因为他的眼球没有注视广告 所以需要重新播放一次 图片应该是批的 但却让我有了很恶毒的联想 如果真的有软件实装这项功能 比如必须看着开篇广告5秒钟 才能打开软件 必须看贴片广告1分钟 才能播放视频 那将会非常可怕 三 知乎再次加强反发虫 知乎在robots中移除google 避应后 近期再次加强了限制 如果访问请求中 有boot或者spider 就会被替换成乱码 多个搜索引擎 因此被影响 搜索知乎内容 全部变成了乱码 四 大模型高考 极客公园用高考试题 测试了多款AI大模型 根据结果来看 仅有四甲能考上一本 程序中有漏洞 或者出现非预期的结果 我们一般说出了bug 但bug这个词的本意 其实是虫字 它在信机工程中 被大规模使用 起源于1947年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 格雷斯的电脑 一位一只飞蛾飞了进去 导致死机 它在日志中记录了这件事 此后bug就成了 程序一场的代名词 以上就是本期试本的 全部内容 我是旋律99 我们下期再见吧